歡迎收看小明星機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這個VLOG不像我之前就是週末VLOG 或者是工作VLOG這樣子 今天這個VLOG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拍 要拍什麼 拍多長時間 所以我就是在那邊一個隨性的人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是數一數二隨性的Youtuber 或是Vlogger 現在呢是星期天的早上 10點我準備要出門了 現在呢我要去做一個我有點興奮的事情 就是我要去學twice的more and more 因為前陣子crazy family想要做一個企劃 就是要一日挑戰去學twice的舞 然後我就馬上報名說 哇哇哇我也要加入你們要九個人對不對 哇哇哇 所以我現在要準備出門 但是等一下 因為我們最後可能學完之後 會拍一個小小的成果驗收 所以我們是有dress code的 大家都知道more and more的風格 就是那種比較花花然後pattern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dress code就是花花扇 所以我昨天就去H&M買了也是我從來不會買的衣服 Are you ready? 上衣是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搭配這個裙子 我現在來收拾要帶去的化妝包 那今天用的是這個zoiva 首先第一個因為我們跳完舞可能會流很多汗 可能臉啊或是頭皮都會油油的 所以我帶了innisfree的蜜粉 再來眼影的部分我帶了兩盤 還有兩個刷子 再來是眼線筆跟睫毛膏 嘴唇的話我今天帶了兩個 再來呢出去跳舞 絕對不可以忘記的就是deodorant 今天這個是準備穿去跳舞的outfit of the day 你剛剛有沒有拍你上去了 沒有 到這個舞蹈教室啊是八樓來的 然後我剛剛看到弟子的我就進來 發現欸你怎麼沒有電梯 我就走了八層樓就我們是鎖匙的 然後我就這樣子白白爬了八層樓 聽說你昨天練習了很久是不是 跳舞 來這個霹靂繩繩繩繩跳舞 唱歌 唱歌 由於兩邊 唱歌 跳舞 一二三 五 五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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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一 一 一 感覺是 一、二、一、一 截到一頭 好 上去 一 三 四 四 三 五 八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三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四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你一成熟 你一成熟 好 我們現在放飯了 請問大家的感覺如何 我们跳了半首 好啊 非常容易 我觉得很简单 很简单 我是西帕仔的材质 非常厉害 好累哦 好完分哦 他死了 他也死了 死了 Sivya 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已经睡着早了 来啊 来啊 一间studio 准备要来拍了 最后看到大家的服装之后 我决定换回我的黑色裤子 我决定换回我的黑色裤子 我们来拍完了 我们来拍完了 我都拍得好 我没有想到拍这个会这么内流这么多好 好的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睡衣好了 這個是我新買的 等一下 我站起來 這個是我新在UNIQLO買的睡衣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上衣耶 有那種蝴蝶的感覺 然後褲子是這個點點的長褲 我覺得非常之舒服 而且我認真的覺得我會穿這件衣服出去 就是日常出去 今天就這樣跳了一天五 其實是蠻累的 然後因為很熱身體又很黏 所以也沒有特別想要吃什麼 所以我剛剛回來先洗完澡 然後卸好妝 我想要來喝這個 湯 然後我剛剛自己又加了兩塊雞肉下去 因為我今天有運動 我覺得我值得吃兩塊雞肉 然後我會吃幾塊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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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Plen D 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常常在Vlog裡面 用這樣子的小木桌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我好嚮往那樣子的生活 所以我也去買了一個 這個是那個時候花椒媽媽送給我的 上面有我的名字 哈囉 我們現在遇到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客戶 拍拍Vicky 加油 拍拍喔 今天只是星期一喔 說不出 說不出 說不出啦 我跟妳說昨天呢 我跟Crystal兩個人已經很崩潰了 就是他昨天晚上12點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就是討論一些事情 然後我最近也遇到一些難關 然後今天換Vicky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還是是風水的問題啊 我們要不要改一下 換個位置 好 怎麼樣 好 我去沙發那邊工作吧 還是我們直接回家 我現在下班了 不過夜下已經8點半了 所以 加上我沒有很餓 所以我可能就先 skip到今天的晚餐 但是呢 我現在想要去 我們公司旁邊 新開的 就是全香港最大的一些Muji逛下 所以 Let's go Enjoy Munday 好 哈啰 大家 我現在回到家 然後 我現在要來準備明天的午餐 然後順便把冰箱裡面的食材整理一下 然後可以的話整理到冷凍庫這樣子可以保存的比較久 因為我一個人吃常常食物都會壞掉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紅黃椒跟玉米 我打算用那個做一個蔬菜蛋捲 然後另外我這邊有這個包心菜 還有培根 然後打算跟花椰菜一起炒在一起 剩下的食材我會整理一下 然後放到冷凍庫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用在兩邊做一些食材 所以我會用來做的 然後用來做一個好調理的食材 所以我會用來做一些食材 所以我會用來做的食材 然後再做一次器材 然後再做一個食材 生姜 落酱 放入小湯 切断 小麦粉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这里面有明天的便当 这两个 但为了节省冰箱的空间 所以稍微调整了一下它的容器 然后白饭 我这次有多煮 所以两个可以冰在冰箱之后 我可以随时拿出来加热 可能炒饭或是...对 刚刚我忘记用花椰柴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装到保鲜袋 等下冷冻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前阵子在网路上面看到一个储存培根的方法 就是讓它冷凍之後不會黏在一起 但是網路上它其實是用烘焙紙 然後我不知道保鮮膜會不會黏在一起 所以我想說啊 whatever 但如果這個方法不work的話 我相信螢幕前面現在已經有先見之明知道這樣子會失敗的觀眾們 你們應該會覺得很 Cynthia不要這樣子 沒關係我們人都要從錯誤中成長好不好 如果它work的話很棒 但是如果不work的話 我頂多下次不要這樣子就好了 好不好 讚讚 好接下來我要來簡單開箱一下我剛剛在無音良品買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呢我在他們的Bakery買了一個吐司 它就是這樣子有四片 你看它其實真的是 嗯 非常的自由奔放 它本來這樣四片是賣25塊 但是我去的時候可能因為已經快關門了吧 所以我最後買到的價錢是20塊 接下來我在木質買的是這個小電風扇 因為我的浴室啊 它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冷氣其實永遠都進不到浴室 所以有時候我早上起來在那邊化妝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流汗你知道嗎 明明外面是有冷氣的 所以啊 所以我買了這個USB的小風扇 我現在來試一下 一就是鬚鬚的微風 還有2 嗯比較強烈一點的鬚鬚的微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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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早餐呢 要来吃 披露和啤梨 好 我现在准备好出门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ootd 今天上衣其实就是我之前买的unicool的睡衣 我觉得它的这个垂坠感呢 值得称作一件可以外出的衣服 然后搭配上一个小碎花长裙 然后一个象牙色的小宝宝 还有我的帆布袋里面 就是有我的午餐 我的早餐跟我的电脑 对 我每天都要搬着电脑跑来跑去 那今天呢 因为东西比较多 我就不打算带相机出去了 那我们就晚点见吧 拜拜 嗨 今天呢 香港放假了 所以我不用去上班 然后我现在来准备做我的午餐 那我昨天在无印良品买了两个这个调味包 一个是Spicy Chicken Curry 然后一个是Yellow Curry 然后我打算把我的花椰菜一起加进去煮 然后再炒一个培根包心菜 我们现在要来见证历史的一刻了 这个到底会不会黏住呢 诶 开口在哪 ok 第一块 哦 还行 还行 不过下次呢 我应该要再包好一点 因为包的时候如果像这样圆圆呢 它就会很难拆 那么多久 它有的最大的不抗闭 好奇董 这个多久 这些特别的成熟 是最强的 大概4个 下榨 上天 水 水 自從我買了這個小桌子之後 我就很常在這邊吃飯 搭配Youtube 好棒 小桌子 好棒 是工腸 是不同的 因為做這些不太太 就更好的 我以前在外國中的小桌子 我還沒準備好 你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在幹嘛 現在在跳舞 我們兩個今天要學Zico跟Rain的那首新歌 叫Hate Summer 其實我們昨天已經學了大概兩三個小時 在半夜的時候 在我的半夜 然後我們昨天拍完之後覺得沒有很滿意 所以我們現在要重新拍過一次 好啦 我們等一下見 掰掰 麵包 麵包 ふっ 牛肉 烤肉 加上虾片 肉 白的 蒸鸡 鸡肉 摇拌 鸡肉 我剛剛先出門一趟 然後在ZARA買了一件短褲 最後呢剛剛在回家前 我看到我們家旁邊 賣那個香港小吃的店 他準備要收了 然後他們就在攤子口白的 這樣一盒一盒的 是我最喜歡的香煎三寶 OMG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我真的好久沒有吃香煎三寶 你們知道我有多愛他嗎 我對他的愛很深 明明我是一個不吃海鮮的人 然後我知道這一層是魚漿嘛 所以我本來覺得 我不可能會喜歡這個東西 但自從有一次意外吃過之後 我就發現 天啊好好吃喔 我就發現我跟他有 某種特殊的連結 就是我可以放棄對海鮮的厭惡 然後去愛上這道菜 對 邊吃邊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因為今天是7月1號嘛 就是香港回歸的紀念日 我不知道這幾天有一點 特別有感觸 我就覺得 哇我真的是在一個 非常特別的時間來到香港 因為我是大概去年的4月來的 那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好像就 在一個我自己都不知情的狀況下 見證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好像見證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時刻 但今天的影片我們沒有要講政治 請大家也不要往政治的方向去聯想 這段時間以來我相信大家都蠻辛苦的 然後 時不時也還是會收到 很多人希望可以幫忙轉發一個story啊 或是幫忙分享一些訊息 但我可能不太常po 類似的東西的原因是 首先我不是一個非常 就是我不是很懂政治的人 我可以去理解他 但是我不太會有自己的comment 那當然我覺得我的轉變是 我會去了解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會去看現在大家在做什麼 第一是我覺得我還不夠理解整個狀況 然後第二是 怎麼說我覺得我一個台灣人的身份 沒有資格對香港的事情 比手畫腳 你懂我意思嗎 那慢慢的像現在我大部分的觀眾 是來自於香港 我開始收到很多不同的留言 包含說 欸你怎麼平行時空都不關心香港 或者是 對於我的一些消費的舉動會 咀嚼的時候 欸你不可以吃這個這樣子 我不會到非常不開心 但是被別人對我的生活方式 指指點點 我還是會覺得有一點 嗯 就會覺得無奈吧 但是我也理解一部分的人 會這樣子做的原因 然後我也就覺得 欸每個人都有權利可以去 去講他想要講的話 那我也可以選擇性的接收 有建設性的建議 跟一些 我覺得我比較想要忠於自己的 地方 那今天開始不知道香港之後 會往什麼方向前進 那我當然也是覺得在這個地方 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一個台灣人的身份 我必須說 不管是平常生活上 可能去買東西 或是工作上 或是跟朋友 我覺得真的是受到很多很多 很友善的包容 就是這一點我覺得是 我自己很感動嘛 無論如何明天還是會到來的 就像我明天還是要回去上班一樣 希望就是現在在看影片的大家 可以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實我今天一整天也沒有什麼心情在Vlog 那這支Vlog應該會就是 就是 就是先請大家渐量 總之今天這個Vlog應該就會先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